好的,阿姨早安,我是繳匪學院 今天想向阿姨請教兩個問題 首先是本週的國際大事,也就是瓦格納的頭目 普里高金死於一場空難 當然這個事件讓我們不由得想起林彪、林副主席的913事件 儘管沒有任何直接證據,但毫無疑問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跟普京普遍被認為是最大的嫌疑人 當然這也開啟了用刺殺的方式來解決俄羅斯政爭的惡力 未來普京似乎就不可能再用任何綏進的方式來處理接下來一些軍閥混戰的情況 對於瓦格納的軍團還有俄羅斯當局的後續行動想聽聽看阿姨您的看法 除此之外,還想請教阿姨對於匪區當前經濟的見解 自從去年習近平放棄了清零政策之後,他的作為已經讓我們看不懂 對於匪區目前青年的高失業率以及房地產危機的全面爆發 比較合理的做法,應該是立即要加速推行勞動軍制度 或者是讓青年去上山下鄉 但是習近平似乎既沒有能力採取上述這些強力的手段 他也不想推出任何挽救經濟危機的政策 而是繼續慢悠悠的在整肅軍隊、武警、公安這些部門 最近還有醫療單位 對於改革開放集團想重新振作這些外商投資信心的一些經濟措施 他採取的反制者手段似乎就是藉著日本這次排放核廢水的事件 繼續大肆地炒作這種排外仇日這種情節 想請教阿姨,那按照習近平這種躺平的備戰速度 他還能夠在張獻中進程改革開放經濟崩潰之前 完成太平洋戰爭的準備嗎? 就是普京搞的愛殺行動 是刻薄晚期的類似行動的一個職業演繫 蘇聯晚期就經常是這樣 在德國或者是英國刺殺海外流亡組織 或者是本國的屬於蘇聯系統自己內部的叛逃人員 比如說在德國刺殺烏克蘭人民勞動聯盟的一個高級官員 還有蘇聯系統的其他情報組織 比如說保加利亞的情報組織 在倫敦刺殺流亡知識分子 但是這些人他們自身的勢力都是不太大 他們都不是軍防 在普京重建俄羅斯帝國以後 從新俄羅斯流亡的一些人 包括一些流亡的反對黨領袖 也被認為實際上是普京派人刺殺的 同樣的做法也鑒於烏克蘭 比如說2004年的親歐派的候選人尤仙克 就被認為是被他的政敵用克勒博士的手段下了毒 所以因此毀而容 當然這些事情都只是猜疑 從來沒有拿到實證 但是也像馬格勒斯帝一樣 大家都認為是屬於蘇聯系情報系統一脈相傳的做法 但是這些人也不是軍閥 普京高金是軍閥 他是用這種手段處理軍閥問題的第一個先例 從這個機構西洛維基的慣性來講 這是理或當然的 我們要注意使用這些暗殺手段 其實也包括烏克蘭人 像杜金就是國師杜金的女兒前一陣子被暗殺 後來烏克蘭人自己就承認那是他們幹的 但是杜金雖然也認識一些極右派團體和他們的準軍事組織 但自己畢竟還是一個知識分子 所以對於孤立的個人或者是沒有武裝團體的話 這種做法可以起到一定的打擊效果 而後者就不會有什麼後期了 但對於軍閥是另外一回事 後期要看軍閥系統本身的自身的結構問題 當時普雷高金從圖拉撤退到白羅斯 盧卡神科等於是被大家推舉出來充當反衝作用的 白羅斯在蘇聯解體二十年來 像是2014年和烏克蘭一樣 基本上是放棄了自己的五倍 只有俄羅斯繼承了蘇聯帝國遺產 必須重整軍備 對於其他共和國來講的話 重整軍備開的都是非常巨大的 他們是承受不起的 白羅斯的軍事設施基本上已經廢棄 自身沒有什麼戰鬥力 他只能把自己的國土提供給俄羅斯使用 而理論上存在的白俄羅斯士兵 實際上正常的作用只能用來像烏茲別克一樣 只能用來摘土豆 在烏茲別克就是去摘棉花 在白羅斯就是去摘土豆 常年沒有戰鬥力 武器裝備也沒有更新 現在的軍隊武器裝備三五年不更新 基本上就會完全喪失戰鬥力 所以白羅斯軍隊實際上並不處在可以作戰的狀態 它只是一個理論上的存在而已 在這種情況下把它的國土當作侯錦、普特高金的防區 就是擺明要讓它背鍋 同時協議中間有很多事情都沒有安排好 軍閥最重要的是響元和兵員 普特高金的兵員像亞蘇營一樣 它是全球招兵的 他們起家都是改革開放時期的江湖人企業家 因為列寧黨的體制其實是不能搞市場經濟的 要搞市場經濟 他們本身需要有一些會做生意的代理人 但是社會上在當時 比如說八十年代中國和俄羅斯和蘇聯 還在社會上搞經濟活動有一定經驗的人 都是至少會被判成是投機倒把罪 嚴格來說是從技術上講是違法的 所以有很多人也真的在某一個時刻 搞黑市活動或者是搞江湖鬥歐活動之類的 曾經進去過 所以這些第一批企業家都像劉爺爺一樣 出身是不大乾淨的 像普特高金一樣往往是有暗底在那裡的 有暗底算得更好 沒有暗底身家清白那你可以做公務員 或者做到國有企業去 這就是當時意義的正途出身 大多數人都想奮一個鐵飯碗舒服服地過日子 過著一杯茶奮半天的日子那種幸福生活 但是你如果有了一個比如說勞改的暗底 哪怕你是幹部子弟出身 在生活中就經常有這樣的事情 比如說兩個人同樣都是幹部子弟出身 學歷不算好 因為共產黨的幹部往往是無產階級幹部 家庭氣氛是不太好的 所以往往不像是七八年以後 往往能夠掌握高學歷進入改革開放幹部的 往往是舊資產階級 但是這沒關係 只要有父輩還在當幹部 學歷差一點也可以直接安排進去 而那個勞改的人自己已經當成大幹部了 而那個勞改的人八年以後出來沒有任何機關能要他 雖然他爸爸是幹部有關係 但是也只能是讓他少坐點勞 坐勞的時候日子好過年 出來以後在這個明方放在暗底 只要暗底不撤銷的話你進不了機關 再加上你年齡已經大了也不好進機關了 他就只有去做江湖人了 他進過暗底有一個優勢就是什麼來的 我哪怕是賣西瓜 我給周圍大業大人鋪個工 所以我今天站一個場子 從頭拿出去把西瓜刀來 大家都知道他坐過勞的人 坐過第一次勞的人不害怕二進攻 從來沒有坐過勞的人 那你一進攻給自己留一個案例 你損失太大了 大學也不好上 公務員也不好考 什麼都不好搞 但是已經進過了 坐一次勞和坐兩次勞差別不大人 他隨時都可以坐第二次勞 也就是說如果你跟他打架的話 你跟他打架的話 兩個人都算打架的話你太吃虧了 他卻不吃虧 所以你不敢跟他打 而且他在坐牢的時候 跟從那大哥之類的學習的一些江湖經驗 你不一定打得過他 所以別人都害怕他拿著西瓜刀給你拼命 他哪怕是賣西瓜 他一站在場子別人都不敢跟他爭 於是他就變成了歪打正著 變成了一個八十年代新興企業家 他賣西瓜或者幹什麼就發了財 跟江湖兄弟一起發了財 然後到九十年代他就可能是一個政權需要統戰的企業家 那麼這政權你能不能入黨呢 以前在八十年代以前是不能入黨的 包括在趙紫陽、胡耀邦時代都是不能入黨的 企業家是不能入黨的 但是九十年代以後 江澤民跟王富人特別搞三個代表 三個代表一出來 先進生產地 企業家也是先進生產地 八十年代以前的做法是 前朝資產階級是不能入黨的 鄧小平和胡耀邦改革了一下 於是前朝資產階級就紛紛入黨了 所以胡耀邦是因為這個原因 以後他們就可以做官了 但是資本家還是不能 江澤民一改以後 資本家也可以入黨了 大量的資本家沒有案底資本家都可以入黨 但是我想牛爺爺沒有入黨 可能就是因為他是有案底的 普雷高金這類人物 他們不能入黨也是因為他是有案底的 有一部分企業家 背頂乾淨的 在江澤民身上就入黨了 以後非防騰擋不成問題的 但是還有不能入黨的那部分 但他同時也是重要的企業家 能夠解決很多稅收 給國家提供很多稅收 還能解決當地很多就業問題 而且他跟當地官場也肯定是塞了不少錢 大家一起發一發的很愉快 這種人怎麼辦呢 只能當統戰對象 不能入黨就是不能做共產黨的官 組織部不能給你地位 但是你當政協委員沒有問題 政協委員本來就是統戰性質的東西 前一套資產階級如果不公開發動叛亂的話 那你當然當政協委員 就像進博學洪詞科一樣 那是沒有問題 你就當政協委員好了 於是這種人就可以當政協委員 做統戰對象 屬於這一系列企業家是相當多人 體制內的機關幹部沒有這些企業家跟他們合作 第一是他們私人沒有辦法發財 大家都想賺點便宜對不對 第二是GDP搞不上去 依靠機關的人自己出來辦 辦出來的東西跟國有企業差不多 是賠本身贏不了力 你還得依靠哪怕是江湖人出生的企業家 當然這樣企業家慢慢地就成長了一個寡頭 在蘇聯倒台以後或者在中國共產黨雖然沒有倒台 但是實行全面私有化 所謂的引進現代企業制度 大量的國有企業 過去在八十年代被當中的優秀鐵飯碗 瞧不起江湖人那些國有企業的職工紛紛下崗 而那些江湖人出生的企業家卻發了財 又收買了一些國有企業的舊廠房設備之類的 他們發了起高工資,而國有企業家的人卻在河西北風 於是舊有的階級制度就顛倒過來 像亞蘇營他們那個集團的艾摩摩摩斯那些老闆 自己就是這樣的江湖人出生 普雷高金也是這樣的江湖人出生 江湖人企業家是共產黨系統搞改革開放的 搞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產生一個副作用 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多半是有案底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們多半是有一點武力的 因為你幹的是投機倒把活動,理論上是犯法的 儘管公安部一定會來管你 到共產黨改革開放時期公安也是選擇性執法 或者大面積也不管了 但是你得到的東西不是合法財產 不是國家發給你的工資和獎金 是你自己投機倒把搞出來的費者收入 別人是可以搶你的,搶了你也不敢報案 所以別人來搶你的時候,你只能依靠自己和自己的小弟跟他鬥殴 所以你就變成了新時代的皇朝和張世成 皇朝和張世成犯失言,他發的財比太守刺死還要多 但是太守刺死如果被人搶了,官兵要去抓他的 你怎麼敢搶朝廷命官? 張世成,你一個失言患者,你被人黑吃黑了,你敢去報官嗎? 報官以後,衙門說,哈哈,我們正在抓失言患者 讓我們到江湖上去抓,我們很累的,還是在衙門裡喝茶舒服 可是你自己送上門來,我們不抓你抓誰啊 所以你不能這麼做 有人搶你,只有帶自己小弟去跟他拼命 所以你必須有小弟可以跟他們對打 你們對打的結果,在官府看來,在衙門看來 這不就是黑社會的富翁嗎? 我們有的時候懶得管你,你們愛打打的 有的時候就像秦淑堡和陳曉金一樣 秦淑堡,你去把那些亂打架的陳曉金給我抓起來,算你一個政績 如果不抓起來的話,我們把你也當作黑社會的保護傘,把你也給清了 所以他們都有一點非法的非色武裝來保護他們在市場經濟非色地帶的收入 這些非色武裝就是軍閥部隊的促行 最後等到新時代,蘇聯解體以後的新時代 中國這個新時代還沒有來,所以軍閥始終不讓它做大 但是其實苗子也是有一點的 在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局面一下就做大了 我的企業很發財,而且利用全球化的時期 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和烏克蘭都得到了歐洲和美國的歡迎 能夠進入西方自由市場,像中國一樣 比較有眼光、有能力的企業像普特高金這種人,它的生意範圍就可以擴展到全球 歐洲市場的質量標準高,我不一定打得進去 但是非洲市場,非洲人很窮,我打進去沒有問題 同時我還有建立軍閥的能力 我建立成軍閥,我驚訝地發現,比非洲國家的國軍戰鬥力還強 雖然在我這裡只不過是一幫最初只是一幫打架了小流氓 但是到了非洲,你看他們的國軍也糾正兩下的,跟我們也差得多少 我去參加他們的軍閥分析,他們還是給我錢 同時我到他們那裡開抗,沒人保護是不行的 沒人保護不知道哪一類部落和軍閥來搶我們 這個我在南旺的1989年已經見多了,我們的黑幫經濟也是這樣的 不要緊,我帶著我的小弟去保護我們的金礦,保護我們的鑽石礦 這樣一來,普特高金就產生出來了 全球招兵,到了非洲我就不一定要非要招我在聖彼得堡帶來那些兄弟了 救濟招兵,本地誰能打我就把它招進來 用人為才,反正我們像海盜團伙一样,五湖四海嘛 我們又不是官兵,只能招本國人,只能招出身清白的人,鄭省何閣什麼什麼的 我們只要能打,跟著大哥混,誰是誰地都可以招兵 所以在波蘭也招兵,在俄羅斯也招兵,在全世界各地都招兵 亞述人也是這個樣子,最後民生大了,四季大了,在全世界各地招兵,除了烏克蘭本地原有的金礦以外,在歐洲也有新的金礦 所以在最近烏克蘭战争爆發以前,像日本公安這樣的單位,是把亞述人當作准恐怖分子來監視的 因為它的籌款招兵的模式是非常典型的全球化模式,就是我們經驗的巴格達爾伊斯蘭國的模式 伊斯蘭國跟塔利班是不一樣的,塔利班是土別軍閥 立足於坎大哈本地的伊斯蘭教阿洪和部落長老 這些人被其他系列的軍閥欺負了,需要有人替他出頭,塔利班就出來出頭了 它的坎大哈社會一直是非常濃厚的,是一個離土不離鄉的軍閥 而伊斯蘭國就像我剛才描繪了,全球召兵,全球籌款,歐洲和中東都有人給它籌款 地地道道的從英國和河南來的地地道道的白人,變成了伊斯蘭國的戰士 阿富汗人,阿富汗的土別軍閥,一般來說是很在乎部落的成建的 塔吉克人的部落跟普什圖人的部落向來是互不信任的,雖然大家都是阿富汗人 蘇聯入侵,導致沙特阿拉伯,美國和巴基斯坦來援助,結果帶了一波所謂的阿富汗的阿拉伯人來,包括我們建議的本拉登在那裡 他們跟本地的,雖然同是穆斯林,跟本地的阿富汗酋長老和伊斯蘭教長老是意志都不合的 而巴基斯坦招兵就更廣泛了,敘利亞人、英國人和德國人並肩作戰 而像阿富汗人這樣的土別軍閥,看他們一定是很不順眼的 這是全球化時代的現象 你在歐洲和美國籌到的錢,保證比烏克蘭和敘利亞更不要說阿富汗籌到的錢多 而且還可以弄到一些專業技術人員,只有在世界中心才能弄到的 你就像是一九二零年的共產國際一樣,主力是德國人和波蘭人 俄羅斯本身看上去都像是德國人和高加索人和猶太的殖民地 敘利亞的伊斯蘭國看上去也像是全世界的五湖四海幹部在利凡特建立的殖民地,本地幹部沒什麼地位的 當然,在這個時間,普德高京並沒有放棄 我剛才講的是普遍的,全球化軍事集團的普遍現象 這種全球化軍事集團現在已經有很多,在將來肯定會 在歐美它不大好施展,因為歐美的國家力量畢竟是很強的 伊斯蘭國開始在巴黎搞恐襲的時候,是因為它搞的是新模式的恐襲 情報單位沒怎麼注意,搞了一次以後,別人提高警惕以後,它再搞就很困難了 但是如果要到莫沙比克和其他地方去搞,當地的國軍根本頂不住 所以就像共產國際,像中國流動一樣,像中華民國流動一樣 伊斯蘭國也像第三世界流動 全球化的軍事集團,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就像烏克蘭人戰場和高加索戰場流動 全世界的全球化的軍事集團都按照這個模式的正能流動當中 但是普利高金跟其他的全球化軍事集團,又是他自己的特點 他是聖比德堡人,跟普京是同鄉 他在俄羅斯本地也有很多生意 他搞瓦格納最初的時候是一個大俄羅斯主義的軍事集團 跟羅格金,羅格金曾經一度當過俄羅斯副總理,也是俄羅斯的大俄羅斯主義者 跟斯特里科夫和普利高金一樣 但是斯特里科夫是出身克格勃的軍官 這個跟普利高金這種江湖人的出身是不一樣的 所以意識形態的一致性,掩飾不了阶級出身的不一致性造成了衝突 普利高金跟官方合作,官方說普京是新沙皇,能夠維護蘇聯解體俄羅斯帝國的利益 如果讓民主派上,或者讓自由派寡頭上,那麽我俄羅斯帝國就要解體,變成西方的傀儡 所以我們支持普京,普京也投下暴力 你支持我,在國內支持我,在非洲支持我,當然不是讓你白幹的 我的寡頭經濟性是給你好處的 比如說,你不是有些企業是做餐飲業的嗎?別人說普利高金是廚子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他不是廚子,他是經營餐飲業的企業家 或者說得更準確一點,他手下有很多企業 其中有些企業是在俄羅斯經營餐飲業的 我讓燒一股給你一些合同來籌報你的忠心 我有兩個大合同可以給你,第一是俄羅斯軍隊,百萬人俄羅斯軍隊 吃起飯來,這可是一筆大錢 吃飯嘛,做著飯,軍人吃飯嘛,只要質量合格 誰家做著飯不是飯呢?我給你而不給別人,就是我給你的恩惠 如果我給你關係不好的話,我可以給別人,你也說不是飯的 你也不能說別人的飯的質量一定比你差,我就是不給他,就是給你 就是我們哥良好,我看你順眼,你也看我順眼 第二就是學校 教育部和國防部的合同給了你,普利高金陡然發大成 當然,他對普京也是忠心耿耿,一直到烏克蘭戰爭爆發 少益谷是葉利欣時代的遺產,葉利欣是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工作的改革開放幹部出身 他在當地的改革開放幹部那裡當然是有同盟的,其中有一個同盟者就是少益谷他爸爸 後來葉利欣在改革開放時期末期自己脫裂了蘇共,建立了民主派政黨,後來當上了總統 他跟改革開放時期跟他好的那一波人,包括少益谷他爸爸也就跟著攀龍互奉,從西伯利亞來到了莫斯科 少益谷是前朝遺老,在葉利欣集團中間論資排輩,他的資格比普京同學還要老 他跟普京的關係就是,蔣介石做了中華民國的總統,司法院院長居正是什麼人,是孫中山的老幹部 他跟著孫中山在山東搞革命的時候,蔣介石還是他的下級呢,普京還是稍遇過他爸爸的下級呢 所以這樣的元老地位,蔣介石也不敢動他,必須得給他一些頭腦 他在普京集團當中也是有相當大的獨立性的 他看普雷高靖的江湖人十分不順眼,好幾次就想把他的合同取消掉 但是因為普京從外普雷高靖的緣故,一直被人取消成 但是普雷高靖也不是不知道稍一步想要暗算他,讓他賺不成錢 他賺到錢就用來養兵,養了兵有一部分業務也是用來替普京在烏克蘭打仗的 然後到了2022年,俄羅斯本來想要速戰速決,一下子解決烏克蘭,但顯然速不起來 現在兵員很緊張 而普京的政策是,或者說普京跟俄羅斯人民以及自由派寡頭 基本上控制著經濟發展部,是蓋達爾總理和亞新搞五百天療法激進自由派的經濟專家集團 始終是,哪怕在2014年俄羅斯遭到局部制裁以後,始終是在俄羅斯主持市場經濟的主力 他們在中國有一個對立物,但是中國的類似集團在政府中的地位始終沒有那麼高 沒有能夠當上總理,像拉比乎林那樣,中央銀行行長,經濟部部長 經濟部部長一直是由激進自由派人當的 普京跟這些人一直是有默契的 它是要恢復俄羅斯地管,不是要恢復蘇聯 它跟其他的俄羅斯小幹部一樣,都深受蘇聯時期缺乏市場經濟、物資匮乏之苦 大幹部有外國進口的高檔配給食品,但是人民當然沒份 小幹部也很難撈到,所以普京到了德國千辛萬苦 搬運了一個已經用了十年的洗衣機回盛米德堡 因為他在聖米德堡,他們夫婦過了多年的日子,買一個洗衣機 買一個白色的家電實在是太困難了 日本人,哪怕是坦桑尼亞人,到商店裡買一個日本產的 或者是土耳之產的白色家電,多麼容易 但是蘇聯就算是像普京這樣自己是幹部的人 你買一個歐洲的家電非常難,好不容易到德國當差了 那就像是八十年代幹部,我終於到深圳當差了,可以買在香港回來 千辛萬苦,夫妻兩個搬運了一個二手洗衣機回 然後後來俄羅斯軍隊,那些來自西伯利亞蒙古的俄羅斯軍隊到了烏克蘭 哇塞,那就像是1918年德國軍隊過了馬恩河一樣,牛奶麵包遍地流呀 德國人已經在計劃經濟之下過了一個無清之冬 什麼叫做無清之冬呀?土豆都沒得吃,土豆都要吃代食品 臘腸更是沒有了,臘腸都是用豌豆粉做的 然後打到法國後方,哇塞,法國人過的日子真好呀 像《聖經》上說的那樣,牛奶與蜜之地,牛奶蜂蜜到處流 法國的麵包居然是敞開供應的 雖然英法也有自己的計劃經濟,但是因為海運掌握在英國海軍手裏面 還有美國人慷慨大慌地拿出船帶給他運糧 他們一直沒有像德國人那樣餓到連配給土豆都吃不起 肥皂用油脂都要吃代食品原果,麵包敞開供應 法國人跑了,他們在法國農商族跑了,德國兵機讓他們加進 發現到處都是麵包和牛奶呀 就算是殖民地產品,比如說糖 兩人吃燒到了歐洲,最驚艷就發現它在上海隨便可以吃糖 但是英國的糖軍還是管制的 為什麼?糖是熱帶的產品啊? 雅曼加、夏威夷這些地方來的產品 從用船運來的,德國搞無限制前景戰 我們盟軍的船很寶貴,要跟德國人打仗 同時還要運美國的汽油和其他重要的戰略緊俏物質 糖嘛,吃不吃都無所謂的,我們哪有那麼多船可以給運糖?管制掉,管制掉 但是麵包還真是不缺,吃飽飯沒有問題,不用說是吃土豆都要配給 德國兵立刻就,魯登道夫本來打仗在最後一擊,在美國大軍趕到以前打進巴黎 但是剛剛過了馬恩河,德國士兵的世紀就崩潰了 為什麼?我們自己德國兵和德國兵在老家家人,1916年以後一直在半斤不保的度日子 吃豐豆粉當辣腸,逢年過節的時候吃豐豆粉當辣腸,平時的時候吃無心來代替土豆 苟日的法國人就吃得這麼好,一天到晚至少麵包和牛奶給你管保 我們還打什麼呀?這樣占哪裡打得筋?美國人還沒有到,我們就已經輸了 過兩個月,潘欣將軍率領美國並到了,德國軍隊已經不想打了 情況就是這個樣子 普京和新俄羅斯的干部,哪怕是希羅維里干部,想要重建一個像蘇聯強大的俄羅斯 但是他們並不想要像蘇聯的中下級干部一樣,過著洗衣機都買不上的窮日子 謝天謝地,普京當了總統以後要什麼有什麼,遊艇都有了,更不要說是洗衣機 但是那時候他年紀都已經那麼大了,都是中年人了,他不可能忘記他年輕時代做小公務員的時候買一個洗衣機都要擠破腦袋的痛苦的支持 所以他也是要搞市場經濟的,一定要保證超市裡面貨物充分 因此他不能實施戰士體制,像斯特雷科夫一天到晚咆哮的那樣 總動員,戰士體制,所有職員派的錢填下去,像斯大林一樣 普京最怕的就是這一條,他跟自由派經濟學家願意可以接受普京搞獨裁 要不要民主沒關係,就像江澤民一樣,你獨裁沒有關係 但是市場經濟非搞不合,不搞市場經濟我們花不了財,我們給你玩命 可以不要民主,可以暗殺民主派的政治家,可以把政權交給西洛維基 但是西洛維基也要市場經濟,我們也要市場經濟 這一點是普京西洛維基和自由派經濟學家,以及沒什麼地位但是撈到超市去 在蘇聯的幾十年內買個衛生紙都很困難,現在呢,無論如何,超市裡面歐洲或日本或樣樣的舉權 這就是一個無形的社會契約啊,埃及的軍政府靠什麼維持統治?不是靠民主選舉 我們政變人民是不會管的,鎮壓反對派人民是不會管的 但是如果我們廉價提供給人民的麵包,就像維吾爾的狼那樣的麵包 我們倒賠錢從福克蘭購買麵包,做出來人民購的麵包,如果漲價,人民會找我拼命的 任何政府,獨裁也行,實行任何政府,其他政策也行,人民都沒意見 但是如果人民赖以生存的麵包漲價,人民會給你們玩的 這就是隱形的社會契約 這個社會契約,契約台灣也有 台灣雖然也是四小龍之一,靠的是冷戰經濟學,但是它跟韓國不一樣 台灣的統治者和經濟階級,無論哪個當派上台,有一個默契就是要維持台灣低廉的物價水平 台灣執行的是低工資、廣就業、低物價的政策 台灣社會的一個特點就是,萌生非常容易 這個跟中國社會,中下層居民萌生極困難形成非常鮮明的對比 這一點你要看GDP統計數據是不一定看得出來的 跟台灣外省、鄉下的GDP統計數據差不多的中國地方 比如說深圳的GDP統計數據比台東那些鄉下的地方還要高一些 但是在深圳生活是極其困難的,但是在台東的鄉下生活卻是極其舒適的 這就是無形的社會契約 台灣如果犯一套經濟社會政策,實際上是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台灣人的收入 但是可能就業和物價也會相應地漲起來,台灣人民可能反而無法接觸 這些都是隱形的社會企業 普京維持統治的隱形社會企業就是什麼? 我保證人精英接近能夠... 不通逛